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二节,今集有一个嘉宾 狗姑娘,这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好处,就是够充满 我们继续去聊聊天,Jason 其实刚才讲到你的命的一些东西 我也想趁着今集再去深究一下 其实你的八字用来说五行就是属水 Jason的八字五行属水 你这个八字我们就叫水木相关 生在春天的时分里面 命我们就叫比较新弱一些 行运用什么最好呢 行运用金水最美的八字 因为那些木火土得很重,反而用点水 整个八字里面那个我们叫时柱 那个时辰就出生得好 就是出生在这个子时那里 那子时那个五行代表水,那你这个八字就最要水 那你这个八字呢,我相信你这个父母功呢 其实不要介意,就是一个技神来的 就其实对自己那个人生的帮助又没有什么 反而就是这些叫靠自己去 去寻食就最好 那你的命呢,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你最好的运呢,其实如果用水和金的话 最好是什么,用金就好过用水 就是水的话多多都会生木 但是你用金可以源源不绝去法水之源 但是这个八字就没有金的 哦 没有金的,你没有金就要金,很缺金 就是又要跟我做法 你也可以这样说 你跟一些金多的人去交频结友 我是跟金 就是我是敬金 你需要的金是那些金金的东西就会很猛料一点 或者我可以跟他合作 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呢,我们经常说那些五行是什么呢 就是看那些运气呢,什么时候去配合 你这个八字呢,三岁就想运的 你就逢三就转变 实质呢,逢二就转变 为什么呢?我们算是虚灵的,算命就 那一世人呢,有二十年行金的运气 未到 那就是四十三、五十三 你二十年的运气 就是说你四十三岁呢 到六十二岁呢,连续行二十年的金的运气 那现在呢,你是行到一些水的运气 你的水运气,地之是人治海呢 就是这个 都是叫做逆马运气 那所以呢,你那个人生的变动很大 或者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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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是符合明理 因为你的八字呢,我们经常说的逆马星呢 那你的八字里面呢,地之四个字里面呢,有三个字都是逆马的 那你可以说这条命都整定是吃这一行的四方饭 你行运呢,23走到32,又是行到逆马 就是要走 又是水木的走動的運程 或者是飛、遠方 是的,但是由於八子的翼馬 以木火為主,走也不會走得遠 頂籠那些東南亞地區的國內 到香港已經頂盡了 可能我和他有一件事 談到是泰國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這件事 但是這十年 叫做多朋友 因為你的命是可以和朋友夾粉做生意的 最好就是找一條大水喉去射住你 但是這個八字沒有金 所以你很需要這件事 這個金是印星去生水的 我沒有這個資格 我希望我有這個資格 你從來找到一個大貓傻 大水喉去射住你,一直給你工作 你貓傻這些,做生意才夠穩陣 因為你八字沒有金 你說那些大客戶,長期客戶 就未必要接一些散事來做 物食檔三番 這樣就可以了 還有接下來這幾年,走到木火榴槤 就算自己出來做也好 都要先捱一捱 但是未來那個方向我看都是好的 因為就算你三十二歲到四十二歲 那你也是走到一些水的運 但是地資是建點土 工作量多,壓力都會除之而來 所以年輕小子都不要怕辛苦 你預算了,你還是要找一些辛苦錢的居都 這件事沒有 我想問國師 這麼多集以來 你就說了很多面相給我們聽 那氣息呢 其實在這個位置 是很難令人知道的 那我經常有些朋友 好像我說了我老公的例子 或者是這個嘉賓的例子 紅筋,爆炎,那是什麼呢 那是辛苦的名字 那些乳紅色的 即是眼白穴 那些累的 但是晚上你說說氣息很難 因為那些氣息其實是有時間的 分別的 一起床,洗手間也不去 你先照一塊鏡 那裡的氣息是最燃的 下午就聚旺盛 一到黃昏打口就沉寂了 那好像這個嘉賓 我看他現在 他這裡是爆紅筋 那今天… 他在那裡喝了啤酒 但是如果你說 平時的話 那些紅筋這樣 其實都是那些精神狀態不好 最忌忌的是什麼呢 一條血絲 去灌了那隻眼 即是打橫去橫昏那個 那些叫赤絲灌晶 那如果有這種情況 你出車就要小心一點 那些開車的那些 就會比較多意外問題出現 那如果譬如有些人起床 那個鼻紅了 這裡呢 零零細細紅了 即是你洗… 即是不像你說的 即是可能經常紅了 那你又要分別了 因為那個鼻紅的話 你看看鼻頭鼻翼 但本身你鼻頭紅 都代表那段時間 那些失運的辛苦錢 但如果好像是這樣 那耳朵很紅 他也是喝了啤酒 他喝了啤酒 他喝了啤酒 因為耳朵很難有面部表情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從耳朵裏面 可以看氣息 就最容易看 即是那個人 是否行不行運 就從他耳朵看 所以大家起床 去看一看自己的耳朵 即是一定 如果耳朵一看燈光 打下去是通透的 是亮的 那段時間是行運 如果那段時間 那些耳朵暗暗暗暗的 我們何之人家 就漸漸貧 面如水色 就耳生塵 即是好像塵埃色 我們人的面 就很難生塵 是呀是呀 那是甚麼意思呢 就好像感覺上 有些污垢在面裏面 都捉不掉 即是好像有塵 是 你的色有些污垢 如果直接是深色的 黑色的 其實身體健康 它容易有問題 特別是腎的問題 然後那個男人的耳朵 我們之前好像說過 就是看腎不順規 我反而想問一下 你據稱 你是看了我們節目 但是 看了我們節目之後 你有些甚麼的 嘩你問這個問題 不是 有甚麼的感覺 角師有些甚麼 在現場看不到的東西 譬如今天可以用著你自己 原來我的眉不是這樣 整天角師都會說 所以 Jason的眉不妨可以收一收 可以收 其實平時我也有收 有收 收那些雜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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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拔一拔它 因為他和眉有一個特點 一是粗 但一是彎 通常粗的感覺是甚麼 有殺氣 但是粗得來彎 反而增加了 反而增加了 那個 好人的特性 雖然他的眉有些羊 所以我建議 你拔一拔 拔到眉不妨 陽少少 還有另一方面 他有些男子氣概 為甚麼 他中間那個位 那個鏡頭 看不到 他這個位 叫眉山的位置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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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頭眉眉眉 即是我們上學 這些叫做人字眉 有人字眉的人 個人要得到的東西 就要得到 很有拼勁 很有野心 有一個目標 其實我也有一點 你不要以為我這樣 女人不要好 你夠了 如果你再有這些 太過剛強 你說的那些話 其實我經常聽到 有些是有一點 有一點 我也覺得是有這種 所以看眉毛 看甚麼 看性格 最好 如果你有幼身 又有眉山 又有眉羊 這些人 但會被人感覺 太過邪 我就是這樣 你就可以有一個 粗得來彎 還有雙眼皮 我又粗 我幼的 我幼又不一樣 所以 你的眉毛 就等於一個人的心性 那幼還是粗 沒有的 其實沒有的 沒有的 其實你的粗幼也好 你要微清見底 你知不知道 不要逆毛多 什麼叫逆毛多 調轉生 差了出來 逆毛多 我看到的人 通常都是 我沒有 冷靜 冷靜 逆毛多 就不適合開車 因為這位 的眉毛 看手腳 不過是 他比較多 所以 拔他 其實沒有問題 我今天沒有時間做 我今天沒有時間做 好像他的臉 一點點 這些 好像我這樣 雀斑 會不會影響 他那些不是雀斑 我那些是雀斑 他那些 好像一點點 如果女性有雀斑 坊間 有很多書 說 他說救我老公 有一次 他老公 經常說 一件事 就是說 那個女人 那個拳骨 有雀斑 他老公的肝膽容易 會有事 是否真的 我看未必 因為你見外國很多女生 這些位置 都有很多雀斑 就未見到那些 鬼佬 肝膽有事 可能會喝啤酒 喝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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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一個最經典的例子 其實我 有很多那些坊間 即是跟你說 喂 我也會一點點 你老公的身體 不是那麼好 我心想你很刺能善 那些 騙徒 神釋不窮 那邊就有電話停 就是 那個 老公的問題 如果真的身體健康 你只看那些雀斑 不行的 你一定看那些鼻子的 先問他 有什麼想問 先拍拖了沒有 即是追求女生 結了婚 結了婚 這麼年輕 是 即是馬業姓 馬業姓 甚麼意思 不因為 我自己 馬業姓 對 馬業姓 對 因為我自己 我不想說 即是 大概到三十幾歲 到星期五 沒有女兒 那些說得對 那些 有什麼問題 想問 結了婚 生兒子 生了個女兒 已經一套過 即是 即是 幾歲 即是 差不多兩歲 好烈火青春 二十二、二十三日 決定結婚 所以 唯有做 說真的 即是 更加要拼拼 如果有個家庭 玩法又不一樣 又落到兩千肉緊 是啊 那是怎樣 角色 就是要等到 四十三、五十三歲 四十三、五十三 但現在這十年 都不是差的 但 是要下手下腳去做 而且會認識多幾多有利的朋友 如果真是說貴人 是真的有的 你看些留意童年紀 憑貝那些 因為八字要水而行到水的話 但是 但是我身邊所識 即是如果說 不計我拍檔 是 就是幫到我手 那些大過我很多 金的問題 是 因為你是屬水 金是生你的 是 所以說 因爲你八字原局沒有金 要等到行運之真 真正叫做幫到手 叫做 叫做 大病得藥 我們叫做 八字要的東西 行運又有 那時候 真真正正的你才知道 什麼叫幫到你 現在那些都是 叫做幫你起步的 因爲事實上 行運 不見金 2020年 2021年 這些行運的庚子流年 辛丑流年 那些就真是幫到手 我應該是那些時間出現 因爲這兩年 走的隔五月尾 都不是太有利幫老手 都是要自己 自己 自己一直做 砌著 對 那砌有什麼 砌有沒有下雨露 才可以砌 對 都是做的 過程 有就做 不會想其他事情 不會覺得辛苦 當中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下雨露 盡情搶 這裏我都粗口到這樣 怕什麼 不用說粗口 都可以表達到誠實 最聰明 上班也是比較平凡 也沒有特別 是 怎會沒有平凡 做運輸做男 那又不是的 在我改變了思想的時候 那 那 什麼令到你改變 就是覺得自己一個人做的時候 一雙手做得多少 就是我突然之間會想 你做得這麼多的時候 那不如 改變一下 就是想找多些人 才可以找到多些錢 對不對 OK 那 找到一班人回來的時候 大家一起 每一早在那裡吹水 或者做事 找到一班大班人的原因 是大家都是同行來的 是的 大家都是同行 大家都是做這一行的 但是各次的山頭來的 是的 但是我又想問 是不是真的錢是第一線 就是如果在你們這個年紀 或者是創了一半生年 其實我就不是的 就是我所有 那有什麼 我所有找都是給我女兒的 說真的 那錢也是必須 我們人生於世上 用錢是必要的 我相信 但是 我們有時候要分那個 就是做了 我自己 我開始有一點 踏入2015年 有一種的認為 就是 我們究竟是做 那樣東西 是為錢 是為什麼呢 那如果是 我就是 我就是 可能我為錢 就是 夠吃夠用 那不熟 那不熟是一個位置 其實是的 我覺得 足夠就行了 做人的事 我覺得 多 讓你賺到幾百億 那又怎麼辦呢 其實我覺得足夠就已經足夠了 我覺得做人的事 所以現在當下 就是 結了婚 有個女兒 所以 現在就是為家庭 而去奮鬥 就不是說 男人 老狗 老虎蟹都要發達 就未必是 就是希望 家裡 有一個 比較充足 富裕的生活 就是於怨足矣 而我當日 也和你一個 這樣的歷程 就是想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是想到 去做QC 努力地做QC 就是 一盤生意 一定要 一盤生意 你對這件事 你怎麼看 因為 說真的 如果你不是 好像 爛砌型 你就一定要 有個 有個 可不可以這樣 死了 就是 你一定要有個 服務 或者吸引人 人家 因為運輸 很多人都會 其實運輸 要做 個個都會做 但是做得好 不好 就是一件事 這個就是 QC 如果說我自己 其實 都是一句 用心去做 其實你 剛才說到 有一群人 大家不同的 同行 你怎樣 你去群組他們 你主動走 去群組 其實 現在 說不可以 說不可以 Facebook 說真的 找一群 志同道合 你去Facebook 那裡開過群組 也是 都是做運輸行業 也是 然後 一開始是以 吹水居多 就沒有一個 想法 要一起 做些什麼 還是 發覺這件事 可以這樣想 還是怎樣 那個事緣 應該這樣說 是 本身有個老闆 就找我 有壹事 叫我車 只找你一個 老闆 對 他跟我說 又說 多大多大 那好吧 我就用 你聽吧 對 用他的條件 負責去找車 找到一班車回來 然後 然後 就這樣熟了 他那個老闆 就真的有一堂東西 對 就不是吹水 不是吹水 不是吹水 OK 認識了一班人 司機 司機大佬 然後做完這堂東西 之後 你們就另外 去開一間公司 還是怎樣 那條路是怎樣走法 其實我本身 自己 想好了 那個 公司名字 其實想了 很久 就叫Partner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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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範疇 範疇 範疇 就是 做運輸 就是 很多時候 他那個運輸 可能會搬屋 可能是 他什麼都做 其實我 你那個是屬於什麼 其實我 什麼都做 總之 需要運輸的 我也做 OK 所以大小的 你都要 大小都 都通吃 對 因為現時 你說好像做裝修 你只是做豆木 不夠吃 對 不行的 所以我就 想 什麼都做 就是 在那個運輸 什麼都吃 就是 貓、狗 草物 那 我想問 如果開到現在 你 就是 一年的 就是你的生意 這樣 可以嗎 最重要 就是 我們最重要的探討 就是 一盤生意 一年之後 你說不可以 我 很壞 我這樣說 現在 西科那個收入 是不是還可以 人工 人工 自己找自己花 自己找自己花 但如果創業 他可以做到這 這樣 對 算是很厲害的 現在 因為我們算 我老實說 每個人都覺得 狗姑娘好像很厲害 這樣 說完這句 說完這句 下次再說 哈哈 下一題 你 有幾高貴 說低俗 我們清低 西里 你有幾高貴 說低俗 我們巴掂 有利沒利 做你自己 低俗頻道 我低俗 嘆我舒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